一清妄念之云 此世智慧 第两句话 它的意思我们懂了没有 为什么这个妄念之云跟无有定法有个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很大 我们反复总以为有一个定法了 一天到晚打妄想就找这个定法了 多少人去找 几千年来 每一个找到 你说这个关系多大 这是妄想的根源 你看这个世界 可以说 无量进来 大家看到 自然的现象 宇宙的运行 都很有秩序 很有规则 事实的变化 在从前 二十四个节气 这是清清楚楚 一点都不错乱 这样的规则 这样的规则 都认为是有定法 谁在安排的呢 找来找去找不到 然后于是发明了一个上帝 上帝安排的 上帝是人发明的 想不通 总以为是有定法 这就是妄想 所以 可说是妄想 这说也是妄想 最近我在洛杉矶 进中学会 他们那个小刊物里面 刊在一篇中文翻译的 有爱因斯坦一段话 这是西方的大科学家 他都晚年说出 科学不是真实的 是妄想 这学也是妄想 这很了不起 怎么个学妄法呢 他没说出来 知其当然了 未知其所以然 妄想从哪里来的 他没说 这在佛经上也清楚了 我们知道这一切心相 设法界一正正专业 无有定法 我们就不会再大妄想了 不去想它了吗 不知道会去想啊 人从哪里来的 宇宙怎么形成的 地球是什么年代形成的 怎么形成的 这不是大妄想吗 现在多少科学家 还继续不断地打妄想了 怎么想也想不出答案 那些答案都是似是而非 不能叫人幸福可福 所以知道我有定法 知道是刹那九百生命的 这叶英国报的连续项 我们就不再往下 把它放下了 所以这个是正本清元的妙法 不想了 这就是智慧 不想了 智慧就现前了 这一想了 烦恼就现前了 你们注意记住这个话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所 只要去一想 烦恼就现前了 不想智慧就现前了 不想心清静 心清静 照见了 这一想的时候 照就没有了 心不信念 照就没有了 落在意识里头 意识 不是智慧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